走得再次降临和千禧年王国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字二十五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走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柔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据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柔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粗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得手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靠信仰神的义成义的人已经获得了天堂的荣耀 因此我们靠耶稣 所以和圣灵福音 陈述苦楚 为所有人都披戴了天堂的荣耀 信徒致力于神的义的福音 在地球上经受痛苦 因为分享基督的痛苦是荣耀和称义的事 我们能为深爱和敬仰的族 承受痛苦 不是无上光荣吗 当然是一种荣耀的苦难 这就是信仰神的义的人 为他的义承受痛苦的原因 你现在为谁在受掘魔呢 你在为这个世界 还是你的肉体受痛苦呢 你的心灵承受这个世界的痛苦 有什么好处呢 请为神的义承受掘魔 并信仰神的义把 那样神的荣耀才会领到你 继承在未来的祝福 让我们考虑一下将获得的继承权 我们在天国将获得的继承权 就是与耶稣同在新天新地里统治的奖赏 我们在千禧年王国里 和神荣远的国里获得的荣耀如此之至大 是无法衡量的 只有重生的信徒自己知道 也只有他们才能拥有这个荣耀 无与伦比的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走介意了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 保罗说 若将信徒接受的荣耀与现在的苦楚相比 他们的荣耀将远远胜过现在的苦楚 这是绝对正确的 等待我们的荣耀肯定胜过我们现在承受的苦难 受造之物的殷切期盼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失控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聚 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荣耀 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字二十一节 神所有的创造物都渴望脱离败坏的辖聚 要脱离败坏的辖聚 神的国必是建立在地球上 这些创造物还等候着神的子民 成为千年亡国的主人 因此所有的创造物都在等候神儿子 披戴在神的荣耀里 与神一同统治的那一天 等候神国的到来 等候我们身体的守罪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柔惊 不但柔慈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粗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得守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字二十五节 信仰神的义的福音 就从罪孽中得救了 他们在等待神的国 等待那一天的降临 忍耐等候 他们不断地为福音承受苦难 因为苦楚 他们对天国的期盼就更加殷切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所等待的盼望 不是肉眼能看得见的 相反是不能看见的 和自己所能转换的神的国 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和一切其他事物 都生活得疲惫不堪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世界的改变 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人们心里更加增强了对未来的期盼 他们盼望未来能在地球上看到天堂 然而令他们感到不安 紧张 沉默和彷徨的事 尽管有进步 却为何过程这么漫长呢 计算机 汽车和其他工业和科学的进步 越新寓意 然而却越来越难听到人们的笑声 人类未来还有希望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启示录以及科学家公开的观点 灾难在等待着我们 缺水 臭氧层的破坏 感旱 会使使多人渴死 热死 你心里能感觉到所有这些灾难 在等待着我们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乐的世界上吗 在母性方面看起来很快乐 什么是不能用金钱买来的呢 我们是要清洁的水 健康的环境 然而 臭氧层正遭受破坏 致命的射线掺透大气层 紫外线使植物变异 人们的心态变得轮廓 人们日益担心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和世人们不同的是 我们重生的信头坚信 我们能参与最早的复活 并与基督耶稣统治一千年 圣经告诉我们说 走将从天堂亲自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好催响 天撒龙家前书第四章十六节 问题是 他什么时候降临 我们的走应时说 他降临的时候会带走信仰水 血和圣灵的所有人 所以我们在等待那一天 重生的人信仰这个福音 当耶稣受洗时 我的罪孽已经斩驾到他身上了 我信仰主就是审判我罪孽的救世主 神通过他唯一的儿子 耶稣基督赐我们拯救 他将再次降临 使他的子民复活 并让他们在这个地球上统治一千年 圣经就如同一个米 是要独则自己去拼促 当耶稣第一次降临时 他号召罪人们要忏悔 他借洗礼 用他的身体担当了罪孽 并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为这些罪孽承担了审判 当现在执着在天堂里的主 再次降临时 他会复活所有信仰神的义的人 让信徒和他统治一千年 千禧年亡国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别人的人 就是神的百姓 他们是唯一向每一位失落灵魂 传播神的义 使信徒归于基督的人 是人会奖赏神的子民吗 不会 那么谁来奖赏他们呢 主再来世界时 会奖赏他们 叫我们这些重生的人 复活过来 统治千禧年亡国 千禧年亡国 是为我们这些重生信头整备的 即使我们的世界 正变得越来越荒凉 当主降临时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 主云使我们和他一起统治新世界 并顾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三节中说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粗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手 你正在等待那一天吗 即使我们这些 有圣灵粗果子的人 心里也会叹息 热切等待我们的身体的得手 神说他会复活我们 改变我们的身体 允许我们和他一同生活 我们重生为一人的人 靠着圣灵希望和等待着 他的第二次降临 我们自己心里叹息 重生的圣头知道 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 预言家的预言算不了什么 重生的圣头准确地知道未来 将来这个世界 就算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变化 现在也没有人相信我们 但是我们这些 相信神书面语言的人 并不会夸耀什么 我们只会等待 尽管别人不认识神的道 会轻蔑他 但我们仍然生活在期望中 所以一切不幸的人 都必是在生命终结前 获得拯救 他们必是相信耶稣受洗 涨嫁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审判 只有这样才能在末日来临时 进入神的国 那时我们才会受到奖赏 并进入天国享受冗生 你们是否很悲伤 是否疲惫不堪 还是对生活感到满意 在我们接受这一生之前 必是明确了解和相信 耶稣是如何成为我们救世主的 我们还必是做好 在天国里生活的准备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并不是全部 只有知道这个真理后 才能准备在天国里的生活 这才是智责的行为 你们应天天享乐 而感到满足吗 这是愚昧的人 盼望更好的生活 祭天国 让梦想成真 祭进入天国才是智责的行为 这样才能真正将房子 修建在磐石上 在千禧年王国里 主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然后教我们荣然与他一起生活 为此主来到这个世界 接受洗礼并流血 为的是将我们从罪念里拯救出来 信神的义的人与主生活 主会赏赐他们 主会擦干我们的泪水 让我们在地上受的苦难和孤独 都得到补偿 神会更新一切 他会让一个新世界产生 断奶的婴儿暗属在毒蛇的射上 而不会被咬伤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八节 我们必是信仰并悦切地等候 看不见的世界 坚定不移地等待着那一天 如果我们等待看得见的世界 那我们是愚昧的 但如果我们因信神的道 而等待那看不见的世界 那我们就是智者 得拯救后 我们等候着神的荣耀 虽然我们肉眼现在看不见 但肯定会来临 神自己叹息比我们还要多 大人要我们等待 我们热切等待主的来临时 我们的肉身被改变成 属灵的吃体 并和耶稣一同统治新世界 只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 会说什么呢 他要我们等候什么 他要我们等候千禧年亡国 主正在等候更新我们的身体 并与我们共同生活 我们还在等待着与神 一同统治一千年呢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主 基督徒对于天堂 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自信 这种自信不是基于我们的感情 而基于神的道 神从来都不会撒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才能协谈